今天來開看看現代 ELENTRA 今天很高興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這一台 現代的 ELENTRA 現代的 ELENTRA 這一台是我用租人的方式租的一台車 這一台是最入門的 1.6 但是其實外觀 我覺得跟高階的好像沒有什麼差異 我看不太出來 好像沒有霧燈吧 整體看起來非常流線 然後我們再往車側看 那車側有一個腰線 那這個腰線其實整體看起來滿 讓整體看起來有往前衝的感覺 那我們繼續往這個方向看 這也是我覺得它有一點類似Coupé的那種異味 非常的有跑車的感覺 所以它在年輕的族群那邊賣得非常好 年輕族群賣得非常好 你看車尾有沒有那種歐系的Coupé的車型的感覺 那車尾就是 其實我沒有人喜歡這種車燈的設計 就是像眉毛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個可以從這裡 直接壓 那就開了 沒有電動尾門 但是還滿方便的 這樣子打開 那行李箱的空間還滿大的 我這個 就是行李箱我放了兩個大行李箱都還放得下 那這一次剛好清零節回老家 那我們的 那它的後座空間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角度看過去 那後座空間的部分 這個我身高180公分 然後坐進來 前面已經到我的坐姿了 坐進來 還有一個拳頭 不是說特別的寬裕 但是已經很不錯了 這個版本沒有後座出風口 那整體的後座的狀況空間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頭部的空間呢 頭部空間 這沒辦法轉鏡頭 沒辦法 頭部空間其實有一點點的壓迫 但是還好啦 我們還可以接受 然後我現在坐到Elantra的前座了 其實它的整體的配置其實中規中矩 就我覺得還不錯看 其實我比較喜歡這樣子的 那個配置 就是中控的中央的這個部分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 理論上應該是恆溫空調 這兩個是螢幕 可是因為太入門了 租車就是這樣 所以它只有兩個旋鈕 那沒有任何按鍵 只有這兩個就是行車里程的配置 然後它的鑰匙長這樣 其實蠻有質感的 這些入門的 這一台不到60萬 這些入門的車子 這一顆鑰匙我覺得最有質感 沒有當然沒有PUSH START 但是它的折疊鑰匙蠻有質感 插進去 雖然很樸素 但是也不錯 這個蠻好看的 那我這樣子坐起來 我的坐姿其實是蠻舒服的一個坐姿 它的椅子支撐性我覺得還不錯 比較硬 跟Altis比起來是椅子硬很多 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那這個它因為比較入門 所以它用的整個感覺是比較塑膠感 可是這都是軟質塑膠 這個是硬的 這是軟的 然後旁邊這都有鍍鉻 這不是鍍鉻 這應該是鍍鉻 反正就是有銀色的點綴 讓它不會這麼呆板 設計上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試駕這一台 這個現代的Elantra 因為這一台是汽油版NA版 它還有Turbo的引擎 還有柴油引擎 Elantra Sport跟Super Elantra 有柴油版的 因為我這個是租的 所以租車租認公司 它的車子通常都是最入門的 它什麼都沒有 螢幕也沒有 然後定速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 但是我們買一台車 看自己的需求 也不一定什麼都要有 因為這台車它不到60萬 我就看它的配價 售價是59萬 怎麼這麼便宜 再加一點折扣的話 才50幾萬 你就可以買到一台還不錯的車 這台因為入門 所以它好像只有兩個安全氣囊 然後沒有電子手煞車 它只有這個 然後我們這一台是六速的自排 6AT 那我們現在來開開看它的感覺 它的整體的起步的時候 這個代速我覺得比Artist好 因為可能是隔音的關係 它的防火牆的隔音 我覺得做的還不錯 50幾萬的車 可以做 就是讓你開起來的質感 我本來想說50幾萬 應該是有一點像是 這個Vios那個等級 那Vios因為我開過上一代的Vios 公司之前配車給我是Vios 那個踩下去 哇防火牆那邊的聲音 非常的大 那我們現在有一段的這個上坡 我現在在瘦山岩 這個坡非常的動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隔音怎麼樣 我把冷氣關掉 讓大家聽看 你看 其實還好 沒有那個聲勢力竭 聲勢力竭的那種感覺 但是我個人覺得 其實我個人可能我的耳朵比較怪 我覺得Altis好像比較大聲一點 Altis從引擎室傳來的聲音比較大聲 再來就是它開起來的感覺 其實我個人覺得它開起來蠻歐化的 就是很有歐系車的感覺 其實我不太會講歐系車是什麼感覺 這個就像你交一個女朋友 你跟人家講說 它跟你的前女友有一點相似 相似在哪裡 其實你也講不出來 反正就是這個感覺你去開 你就可以明顯的感受出來 它跟日系車之間的差異 這個聽說Elantra的設計師 Elantra的設計師是從歐洲挖腳過來的 這台是歐洲的設計中心設計的 所以它整體的設計 不管是外觀的設計 或者是開起來的感受 都蠻像歐洲車的感受 那你至於問我說歐洲車有什麼感受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之前視頻有做過一段 歐洲車為什麼讓大家有那種操控很好的感受 就是因為他們的高速公路都可以跑到 不是每一條不要誤會 很多高速公路尤其在德國 有一些高速公路可以沒有上線 這個速度可以跑到無極限 所以每一台車都應該設計來 可以開到200以上 所以他們的這個開起來 在高速的穩定性確實是非常非常的好 像這一台我上次就是 因為我大概已經開了一個多月了 這台要租三個月 已經開了一個多月 下次如果三個月 再兩個月過後 我就可以再來租別台 試看看下次來租Kix 或者是國民車 Santa來試看看這個感覺是怎麼樣 我們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這一台我自己覺得 它的避震器軟硬勢中很Q彈 很Q彈 我實在是不是中文系畢業的 功課畢業的講話比較詞窮 沒辦法表示出我自己內心的感覺 就是比較Q 你壓過坑道你會覺得 那種比較Q你知道嗎 以前我們在改摩托車 摩托車的時候 改裝摩托車的時候 那個機車行的老闆就說 換這機 換這機 這機有什麼 這機比較Q 什麼叫比較Q 反正就是換了 換了以後 你不知道為什麼要換 反正日常生活的 在騎也沒有什麼感覺 有什麼不一樣 他說你要去沙灣 我說什麼時候會去沙灣 我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要換 反正那時候就是年輕 老闆說什麼 我們就什麼 他有一個比較蠢的地方 我覺得沒辦法接受 就是他的換 就是換車道的方向燈的聲音 特別大聲 你看 好大聲喔 我每次左右的時候 給我的朋友聽到 我都覺得有點丟臉 可不可以小聲一點 太大聲了啦 他高速行駛非常的穩定 這是我對他最大的評價 然後其實 輪胎的噪音比較大 因為他這個比較低階 所以配置馬吉斯的 馬吉斯的輪胎 我不知道型號 可能是因為這樣 所以輪胎滾動噪音比較大 但是風切車很小 我覺得他整體的隔音 做得還不錯耶 五十幾萬的車 怎麼可以這樣啊 CP值太高了 要不是因為現代 我對品牌是沒有什麼 我的手機也是用韓國的手機的 然後很多東西也用韓國 我對韓國的東西沒有太大的意見 但是我是比較務實主義的 我怕到時候要賣的時候 車子的價格會非常非常的難看 所以我就選擇用租的 但是租的也是可以體驗出 這台車的好在哪裡 然後它的優點在哪裡 缺點在哪裡 那我這台車呢 它一個月的租金是一萬九 大概中間的房車 中間這種1.8 1.6的國產車 差不多都這樣子的價格 我是租三個月 這種算是中長租的租金 所以比一般日租便宜很多 但是比長租貴 到時候我有機會再跟大家講 這個租車跟買車的差異有什麼 然後為什麼我要選擇租車 那這台車呢 其實我覺得它也是蠻均衡的 當然跟Altis比起來各有尖秋 因為網友有問我說 這一台車跟Altis比起來是怎麼樣 我個人覺得感覺 如果是我不要看品牌的話 我可能會選擇這台 畢竟它這樣子的價位 如果我只是代鋪 因為我現在要找的一台車 是一種業務性質的車 如果我只是代鋪 然後我沒有其他的需求 也影音配備 你可以加錢 這我不知道 到我個人 我可能會選擇這一台 如果沒有其他的需求的話 但是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需求 就是我里程數非常高 所以為什麼我一定要選擇 油電車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里程數高 然後加上很常使用市區的道路 我應該是還是會選擇油電車 但是如果沒有 我只是自己把它當成代鋪車 那它保養起來 其實國產車 它保養的費用也不會太高 那我個人覺得還不錯 那這一台的油耗 好像是15還是16吧 平均 我開起來是中規中矩 沒有特別的省油 但是也不會特別費油 它高速的時候 其實還蠻省油的 高速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20吧 就是開很遠了 已經開到彰化了 結果油表都沒有什麼動 這個我比較訝異的 那其他的沒有太多的 就是這種技術上的 它的超價 它的過彎 它是不是雙AB 還是什麼多役B 其實我覺得 對我們一般日常生活 不是這麼重要 我只覺得 我自己以一個駕駛者 就是普通人來看的話 而且它的隔音做得還不錯 然後底盤 開高速的時候非常的穩定 然後中規中矩不會特別耗油 那你說省油可能我開的是 之前開 我上一台車是油電車 所以你說 叫問我說這個什麼省油 我是覺得還蠻好油的 但是如果按照一般現在的汽油車來比的話 它確實應該是蠻正中規中矩的還不錯 那其他的部分 因為現在才開第一個月 後續有什麼問題我就不知道 那因為是租的 所以我也不在乎 它到底會出什麼問題 反正我就是開起來的感覺跟大家分享 那下次如果有租到別台車 我再跟大家分享別台車的感覺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記得訂閱喔 掰掰 我靠 你都看完了 還不趕快訂閱 趕快訂閱吧